Yo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红 我们今天要拍一个反应系列 就是一个我看影片的一种系列啦 那最近这几天 朋友圈羽球圈 都在分享一个影片 就是好像是羽邪拍了一个叫 来打羽毛球的一个羽球的NV吧 我没有看过 那大家都推荐我一定要去看看 所以今天我去来看看 这个来打羽毛球NV到底是怎样 为什么 大家都说一定要看 那我们YouTube搜寻来打羽毛球 有 应该是第1个吧 这个是别的YouTube拍的影片 新闻 节目应该是第1个吧 第1个好那应该是这个没错 我们就来看吧 瞧一下 好 哎呦妹子哎呦有妹子 玩手机 看杂志 歪歪的球拍 哎呦高中妹子 同学设计划太多 快老爸打羽球 朋友不要再抵着头 快老爸打羽球 坐一步右一步回头双手 打大羽毛球 戴上微笑 他球拍直接这样敲的喔 舞蹈 来打羽毛球 朋友你非得再再加 来打羽毛球 坐话不用 呃这个是那个全国团体赛的时候拍的嘛 难怪那时候他们 哈哈哈哈 有没有看到吗 刚才是王子维吧 哈哈哈哈 你知道 你现在王子维表情是什么你知道啊 他现在在想说 我为什么现在在这里 哈哈哈哈 他们那时候 难怪那时候在拍那个舞蹈 我想说他们为什么每次要跳舞 原来是为了这个 这是什么 这是这个舞 二里扬 哦天呐 周恩臣 周恩臣没跳 感觉周恩臣跳起来会很好笑 哈哈 来打羽毛球 来打羽毛球 坐话不用 我的天呐 山旁还有想伴 打一打 最尴尬了吧 来打羽毛球 这是雨鞋拍的吗 对吗 是雨鞋拍的 我的天呐 再看一次 一开始先是一群高中 梅呀 然后有个人说 天气这么好 你不要再打 你说不要再打 天气这么好 我跟你说打羽球 下雨天 都是打室内的 所以什么天气都可以打的 我们去打羽球吧 我的天呐 怎么那么尴尬 然后这个舞蹈也是 这次 刚刚他们也一画面在敲拍这个吧 哎哟 88D直接这样敲 我跟你说 这应该是没在打羽球 这打羽球应该不敢 球拍拿来这样互敲 很痛耶 这一次要4000多耶 这歌词是怎样 同学别在打传说 来打羽毛球 这歌词怎么 怪怪的啊 这样有点尴尬 亚伯 亚伯的气氛总是比较欢乐 大家都比较 外向你知道吗 所以都还蛮放得开的 那个李嘉兴也是跳得很卖力啊 超尴尬的 王梓梅超尴尬的 然后 这个舞 这个舞也是 绝对乖乖 就很尴尬 来打羽毛球 我的天啊 这是台电的 看到熟悉的 熟悉的面孔 还蛮帅放得开 阿断尘没跳可惜 我刚刚看到这个 这是哪一个团啊 美金龙 这是中猪 中猪是不是 中猪吧 肥中猪 你看这个 这个 强颜欢笑 强颜欢笑 这个就 干我为什么要来跳这个 啊 我的天啊 这也是蛮尴尬的 天啊 好尴尬喔 那个动作是怎样 这个 他们都有一个这个球拍动作 我的天啊 好尴尬喔 来打羽毛球 他们这个影片发布时间最近发的8月15吗应该是为了宣传那个台北宇球公外赛吧 就是拍的一个一起宣传的吧 那我们也一起来跟着一起帮忙宣传好了就是 台北宇球公外赛就是好像最近要开始打了那 如果你在台湾 有空的都可以去看看在小巨蛋 一年台湾也去办一次国际赛 虽然来的卡是可能没有那么强但是就是还是可以去看一下职业选手打球而且 所以帮台湾我们自己的 选手加入打气一下 前几天是免费的 前几天是免费的 所以就是像我我应该也会去啦 那有空有缘我们就在球场这个比赛现场见好不好 对那 这来打羽毛球MV我是觉得蛮尴尬的蛮尴尬7900人看过 留言功能已停用 蛮尴尬的有机会 有机会我有闲我也来做一个打羽球的歌好了 哈哈哈 哦天啊如果你想体验什么是尴尬的感觉对不对 你就到公共场合然后播这个歌 应该就会蛮尴尬的哦 不知道他们那个 羽球台湾羽球关在赛会不会播这首歌 好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大家要叫我看了真的 蛮尴尬的那个 还没看的可以赶快来看一下 这叫来打羽毛球啦 我这尴尬还发作了 下个影片见吧我是小红 拜拜 呵呵呵 哈哈哈哈